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的这个单元了 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单元里面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台北中观堂的 世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请教上师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上师开始谈到了相应相应 相应要有这个怎么样做可以做到相应 大家都很向往相应的境界 那有人就问到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梦中 梦到了这个主尊或者本尊来给我们做摩底 算不算是相应的一个现象 好的 这严格说起来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加持跟感应 那么还不算真正的相应 但是呢 有这样的现象呢 已经算是有一个很好的感应了 那么本尊的摩顶呢 跟加持 其实能够在梦中得到这个加持 是很好的 但是连僧我佛说灌顶的法流永不枯竭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心能够一下子意念 本尊意念根本丧失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意念的当下 这个宇宙灌顶的能量呢 就绵绵不绝的 一直在灌顶着我们的了 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感应 还不算真正的相应 因为相应的第一个条件是坚固 所以呢 我们在这种梦中的感应呢 是有时有 有时没有的 那么我们得到的灌顶呢 在梦中 哇 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灌顶 但是 醒了之后呢 这个沙婆世界真的太真实了 真实到我们的心都随着外境 在流转了 我们跟本尊之间又变成二了 师尊是师尊 佛陀是佛陀 我们还是我们的红尘凡夫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感应的现象 但是呢 跟相应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 所以我们如果 能够经常跟本尊产生了一种 能量的一种交流跟灌顶 我们的念头随时都能够保持在一种安定的状态 我们跟每一个念头都能够随时意念本尊 而且在意念本尊的同时呢 不管是跟本尊合一还是注定 我们永远在这种能量场的交流方面呢 是永远得到加持跟灌顶的 那么这个就距离相应 就越来越紧了 这个就是越来越坚固 本尊跟我们之间呢 是越来越明显 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种相应的次第里面呢 我们随时处在身口意 清净的状态里面呢 这个是一个相应的现象 这个是外在的相应 所以呢 我们的一切身口意 随时都跟本尊的身口意保持着一样的清净跟光明 这个是相应的现象之一 外法的相应 外法修心 所以这是外法的相应 但是呢 除了外法的相应之外呢 密教的行者 由于他修行的次第 进入到我们的内法里面是气脉明点的一个修炼 所以呢 从外法身口意清净的相应之外呢 会进入到内法气脉明点的相应 那么这个气脉明点的相应呢 下个礼拜呢 我们再跟大家好好地来分享 好 谢谢林月上师 是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 进来全新第八季的密宗道次第广的修行笔记 就免费地送给大家 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感恩 是林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联生活佛奖六祖台湾金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密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单元里面 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中观堂的 是林月金刚上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上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在之前我们已经谈到了相应的条件 那我们今天想要请教上师 相应除了要身口意清静之外 还应该要具备哪些条件才算相应 应该说相应有很多的层次 那么我们的身口意 实时保持在一个非常清静的状态 这个是在相应的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现象 那么再来呢 从我们的身口意保持在一个非常清静的状态之后 它会进入到我们的内在 在密教的修法里面呢 它的层次是非常严谨的 比如说外法修心 所以我们在外法里面呢 我们一直训练着我们的心 然后让我们在心的念头当中呢 有了过失我们就会时常真心的来忏悔 来进化来转化 这个就是一个密教行者 一个打地基一个很重要的功夫 再来第二个心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呢就是我们愿意啊 让我们这一生的生命时间 让自己在修行上能够得到成就 也愿意用我们的爱跟愿来回向给众生 让众生也能够得到成就 那么这两个心 一个是忏悔的力量 一个是菩提心的力量 让我们的心形呢 随时保持在一种很纯净的状态 这个是外法 外法修心 但是呢密教有一个很珍贵的 一个层次的修法叫做内法 内法是修什么呢 修我们的气修我们的脉 以及修我们的明点 气脉明点 那么内法呢是在佛教当中呢 密教唯一有的珍贵的方法 所以呢在密教的行者里面呢 他不仅是重视我们心灵上的修行 我们也是很重视身体的修行 所以气脉明点 那么是在密教行者的修法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次第跟阶段 那么所谓的气脉明点 简单而言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呼吸都有一股气 那么我之前在呼吸法里面 我也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的呼吸跟气呢 其实不是纯粹呼吸进出而已啊 我们还是跟我们的心念呢 是一起在波动的 所以我们说心气心气 我们烦恼的时候就是烦恼的呼吸 贪欲强的时候就贪欲强的呼吸 但是我们心很宁静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呼吸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宁静了 那么密教行者呢不仅要重视训练我们的呼吸 所谓的调息就是调心 把我们的呼吸调到非常非常的宁静 非常非常安定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心也跟着非常宁静跟安定了起来 但是不仅呢来调我们的息 调我们的呼吸来调我们的心之外 那么密教行者还很重视一个训练 就是气入中脉 让我们全身的气呢 这个世俗繁复的气进入中脉 成为波液气 所以为什么我们修行会产生出一种内在的智慧 是因为气入中脉 如果气没有入中脉 我们纵使呢熟读了三藏十二部的经典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真正从一个世俗繁复里面呢 马上你能够修出你内在的成就的 所以气呢是很重要的 那么脉呢在密教来讲 他只讲很强调的就是三个脉 第一个是中脉跟左脉跟右脉 我们就讲中脉就好了 为什么气要入中脉 因为我们的脉里面呢 我们有这个几个神经虫 我们叫轮啊 几个神经虫 这每一个轮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习性 都是我们 跟我们的习性都是有习习相关的关系 比如说呢 我们的这种情欲的 这种习性很强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在密轮打了很多的结 这个就是累世的 这种习性跟业障所累积的一种 非常不纯净的力量在里面的 那么我们的脉轮呢 打了很多的结的话 那我们的口腹之欲是一定很重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 看他口腹之欲很强的话 我们就知道他的脉轮一定是很杂乱的 如果是这种 这种情欲 这个念头很强的话 那在密轮一定是很杂乱 我们一个人的心念 如果是烦恼很多 念头很多 我们说想太多了 毫无疑问的 心轮是很杂乱的 所以我们说心有千千结 我们一个人 常常在这个 所讲的话里面呢 都充满了很多不真实的语 不清静的话 那猴人一定是很杂乱的 所以呢当我们全身的重要的神经虫重要的轮脉 都产生那么杂乱的现象 不清静的现象的时候 我们再怎么修都还是反夫气 所以气入中脉呢 就是让我们的这一股气 能够进入到中脉来 进化我们轮脉当中的所有的习性 所以为什么密教的修行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能量 运行在我们的这种身心灵当中 产生一种真实改变的力量 这个改变的力量不是来自于理论 是来自于我们内在 以一个佛菩萨最纯净的能量场 一直不断的来进化 我们本身世俗反夫的能量场 所以呢当我们的轮脉呢 如此呢在佛菩萨的加持之下 在我们气的训练跟运行之下 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中脉 那么一直不断的 把我们很杂乱的这个脉结呢 不断的一层一层的进化了松解了 那么我们的中脉就会变得空性光明 所以我们的中脉呢 原来存在的那么多的习性 变成光明的蜂脉 非常非常纯净光明的一条脉管 那么这时候在行者的特征上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因为它所有的习性 一直不断的在进化了 而且是从内在根本的进化 其实一切的思想行为 一切的语言乃至于一切内在的力量 都会慢慢越来越强的 所以呢气脉明点的相应呢 就是我们常常跟我们的本尊 由于身口意清净 处在一种合一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呼吸 就已经不是世俗反复的呼吸了 我们的呼吸呢 跟佛的呼吸是同一个鼻孔进出的 我们全身的脉呢 已经不是世俗反复杂乱的脉了 我们跟佛菩萨的这种很清明很光明的这种脉呢 是合一的 我们明点全身的水的元素呢 跟佛菩萨的那种宇宙的水的元素是合一的 那么这个是非常 这种圣生而奥妙的一个相应 这时行者跟佛是无恶无别的 不仅是身口意 连内在的气脉明点 都是合一无恶无别的 这个是非常盛生的相应 那么当然相应 还有更深的次第 那么我们可以 在连生活佛的文集当中 得到无上的智慧 非常谢谢林月上师 那秘法修持非常珍贵 珍贵 真是太珍贵了 可以从气脉明点来修 把烦恼修掉 非常的珍贵 我们谢谢林月上师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 全新第八季的 密宗道次第广论修行笔记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节目的最后再次感恩 是连月金刚上市 同时非常感恩 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联生活博奖六组谈经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